我今天想要在一些福音裏面很有趣的事情。 今天福音有記載到腹上烏鬼的小坑海, 但是很多人說, 我們所看到的孩子的症狀, 是同樣的症狀, 而是癲療症。 所以是癲療症, 是癲療症, 還是被鬼復生呢? 在網上搜尋網絡上, 很多人說, 古老人們都不知道, 什麼是癲療症, 而他們會考慮這些事, 甚至是癲療症, 甚至是癲療症, 是癲療症, 是因為他們以前古代人, 對於癲療症的理解。 其他人說, 他在那時候用了文化的文化, 和文化的理解, 在那時候, 那時候, 人們都在想, 那時候是魔鬼的理解。 有些時候他們了解魔鬼的路作, 用那語言來解釋。 但現在, 人們都不相信, 如果問一個醫生, 他會說, 他有一個癲療症, 沒有魔鬼, 因為如果魔鬼存在, 就像是靈體, 像是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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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只是一個, 醫學上面的干擾, 就是他有癲療症, 而因為真正非物體的東西, 怎麽可能有這麽大的力量, 來侵犯那後的身體。 可是在我自己的深度的研究中, 的確是有非物質的東西, 有很大的影響在物質上。 可是在我自己的深度的研究中, 我會說, 一般的研究是, 即使是靈體, 或是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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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影響在頭部, 且這也可能會影響在 病人。 那我可以解釋很多, 可是大意, 先分享, 就是非物質的東西, 的確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 在物質上, 在你的腦海, 可以產生出非常明顯的症狀。 所以耶穌的確是屈毀了。 所以耶穌的確是屈毀了。 所以有很多人, 有醫療上的癲療症, 當然是, 有很多人, 的確是有醫療上的癲療症。 方法都會在說看, 在這個癲療症, 那些人是可以吃藥來控制它, 來調節大腦的失衡, 可是有些人的起源, 不是一個失衡物質上面, 而是一個非物質的影響, 可是有些人的起源, 不是一個失衡物質上面, 而是一個非物質的影響。 你明白這個話嗎? 所以你要清楚這兩格的差異, 也就是說聖經的記載關於去鬼, 的確是一個真實的事實, 那現在醫學家也可以認同。 我們需要仔細了解, 甚至有個科學的角度, 因為你要清楚,不能糊一糊糊糊地幹過情。 所以,你不用再翻譯現在, 我會說的, 因為它不能夠翻譯, 因為它不能夠翻譯。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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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例如, 例如想統一切的思课, 能支持 心理辯論, 也被影響到了, 或者是很有名的, 就是事實的事實, 從 吉祥恩德古克斯, déc莊的獲得, 在俄羅斯高隙, 所發展的論論, 有關於 如果您有另一系列的系列和另一系列的系列 它們發生了一系列的系列 所以一系列影響到另一系列 現在按照相關的理論 這就是所說的 近乎到這系列的系列 它們是一些因素材料, 它們可以交換能力 在很小時間 所以,賠償能力 使用能力 這就是能力的 fluctuation 零能力 和零能力 所以,全能力是零 但是,在小時間 在小時間上 可以賠償能力 和能力返回 這就是 熟能力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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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 said that something can create here from zero energy and disappear. And we have experiments about this. So what Eckluss says in the synaptic exokitosis can something which can be immaterial 而是,在生物學上,在生物學上, 進入很近, 進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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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相關的自然性, 在生物學上, 導致感到有關的靈性, 導致感到有關的靈性, 在生物學上, 在生物學上有非常深奧的解釋, 可是,總結的是, 在細胞之間的後連結, 中間是有一個, 不能偵測到的, 可是瞬間的確有能量的, 也就是說, 在屬林上可以製造出來, 然後巔峰陣, 這是一個有科學根據的。 你們可以再問, Henry Morkendall, 還有柳和尼封鎮, 也有柳和尼封鎮, 也有柳和尼封鎮, 我們會有不同的事, 因此, 我再說, 這次可以說, 聖靈的醫療, 可以使用藥和尼封鎮, 可以使用藥和尼封鎮, 或是自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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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是大腦身分, 也可以藉由靈性上的干擾, 而產生。 現在, 我們如何知道, 一般人是真正的藥和尼封鎮? 因為, 還有很多時, 我們會說, Tourette syndrome, Tourette syndrome, 就是藥和尼封鎮的藥和尼封鎮, 並不是一樣的事情, 當然, 所以, 到底如果分辨, 什麼事, 醫療控制, 就可以還是說, 有屬靈的牽涉? 現在, 我們如何分辨, 哪個是真正正正常, 或是有魔鬼感色? 我們如何分辨, 哪個是真正正正常, 或是有魔鬼感色? 那高明的父親們, 他們是說, 如果是天上有屬靈感色, 他們會看到神聖的東西, 的話, 他們會有大大的負面反應。 例如, 如果一個人, 只有一個心理的問題, 他會來職業, 他會不會做任何事, 可能他會開始, 但是, 一個神聖的人, 在身上有神聖的東西, 他會去做任何事, 甚至他不會知道, 是在身上的。 所以, 如果是有個人, 精神的失常, 他來到教會, 參與聖禮的時候, 他不會有, 比如說, 被魔鬼附身的話, 這第二者, 會有很大的反駁的現象。 例如, 如果一個神聖的手, 在他手上, 在他手上, 他不會告訴他, 聖的聖的信仰, 他不會知道, 對嗎? 神聖的有的人, 會開始感到疾惰, 因為神聖的知道, 但是, 有一個神聖的病毒, 或是有一個心理的病毒, 會不會生成的。 那如果神聖的偷偷, 不是公開的拿著, 一個十字架在他的手上, 然後, 第一者, 只是精神失調的, 他不會有什麼特別反應, 可是第二者, 就會變得, 心理很不舒服, 雖然本人不知道, 可是因為父母的病毒, 神聖的魔鬼後, 可以偵測得到。 所以不是每一個, 就是說, 心生有問題的, 都是有無鬼附身的, 所以不是每一個, 就是說, 心生有問題的, 都是有無鬼附身的。 所以當一個人經驗到, 心生失調的時候, 是有無鬼附身的病毒, 如果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幫助的話, 然後, 就去請求後屬靈母, 看看是不是屬靈上面的道具。 然後, 因為神的確是因為魔鬼附身的權利來驅鬼, 因為神的傳統界帶給神父和主教的權力來驅鬼, 所以神的確是因為魔鬼附身, 神的確是因為魔鬼附身裡面的主師。 他們不是一個人, 他們去到各種地方, 去做彩虹的彩虹。 他們做了很多彩虹的彩虹, 他們來到了耶穌, 他們說, 甚至聖靈人們, 他們都很開心。 可是現在, 他們的使徒完全沒有任何貢獻。 因為聖靈人們, 都很誠實, 他們都不成熟, 使用神的祈禱。 但是他們還不夠成熟, 他們很驕傲。 我們必須明白, 甚至是在耶穌的愛, 人們都會問他, 在耶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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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不認識, 因為他們還沒有領受到聖靈。 甚至到耶穌受難的那一刻, 他們都還在爭論說, 誰會坐在祂右手榮耀的區域, 彼得也顯示非常誘致不成熟。 所以他們在想, 我會有力量, 我會有力量, 我會有力量。 耶穌不是說, 你是什麼很強大的魔術家。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不能好好地幫助男孩。 有力量, 也不是因為, 他們盡力想幫忙, 可是神不願意搭配, 而是神非常清楚, 祂有祂自己的情況。 因為如果有人被魔鬼附身, 這不是他的錯, 這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壞人,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好好地愛祂, 好好地愛祂, 照顧祂, 甚至給祂聖禮, 聖禮, 重要的是, 我們從來不必要公開的事情, 或是驅魔的過程中, 在驅魔的過程中, 不要公開的話, 把這個電成上傳的話, 讓大家可以看。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 魔鬼想要的, 它想吸引大家的目光。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也不必須要求, 任何謀言, 那些人所說的言論, 或是要開始談論, 和這個人所說的言論。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不要跟副魔鬼的人, 對話, 當他受到魔鬼的影響, 然後魔鬼搶破他, 然後說出一些怪裡怪奇的話。 因爲魔鬼的話, 他很狡猾, 他可能會說一些真實, 然後餐雜在裡面, 或謊言, 那這樣就會使物我們受到影響。 我講這道理, 因為很多人, 殊人, 算是, 例如, 在過程中, 當去有祈禮, 他們在前面的方向, 有一個人會討論, 所以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看到有些人在驅魔的時候的確是把他變成一個大場合,讓大家目睹,可是這種事情應該是私下的。 在驅魔的人,也不應該去管魔鬼在做什麼。 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人們想要看這些瘋狂的事情。 我記得當時我們有一個人在這裡,離開了教堂。 我們在教導這個人,我用了一個電腦,試試看一些東西。 我還不記得那些聖書的事情。 我去了洗手間,這個人去了網路, 我還不記得那些人,我會把東西放在那邊的時候, 我會把東西放在那邊的時候, 我會把東西放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他就趁我不注意的時候,下載了驅魔的一些檔案。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魔鬼從小孩子的時候後就想要去影響。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魔鬼從小孩子的時候後就想要去影響。 我們必須不是擔心, 可是這很重要是取孩子去受聖地聖誠, 因為當孩子有聖體聖誠, 神經常會太害怕, 我們不是擔心神經, 神經常會擔心我們。 我會說,現在很多人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很樂意地讓小孩子受到魔鬼的影響。 例如在電玩裡很多遊戲, 是有魔鬼的這種表現。 我不是說,不要玩電動玩具, 但是玩得很漂亮, 玩得很好的東西, 而不是要看這些魔鬼的手指, 這些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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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玩或現在設計後, 都是充滿很多魔鬼的角色, 這些會生生的到你的腦袋。 我還記得去年復活節前幾週後,我有去看到一個大科技展覽。 其中一個展覽也有一個很大的中式牌。 那這個攤位,電玩的攤位呢? 有一個很大的魔鬼雕像,你可以跟它一起合拍。 你走進去的時候,這些魔鬼的裝飾到處都是,還會發出那種很鬼怪的聲音。 剛剛講完節快 Grenade 。 你需要找到網路上去參 comed была出來的影片, 因為還在當時很多可以跟他們一起合拍的畫廣告。 那魔鬼就等於是說,不是我來吸引你們,是你們就直接送上美嗎? 那這些影像就深深的刻在這些小孩子的腦海裡,那可能後,進入他們的潛意,甚至有些小孩子的腦海裡。 那些影像就會浮現,然後可能會影響他們,導致他們有憂鬱症,或是甚強的心聲。 抱歉,我不想要擔任你們的時間,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知道。 因為你看到這裡的事情發生了什麼事? 我再說,如果你們再走到現在,你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因為我不想要干擾太多大家的笑容。 現在,我們必須再次祈禱和我們的孩子們, 帶他們再次祈禱, 帶他們來參加聖禮儀。 反正,我請求人們,不在台北的家, 提供我任何錢, 並沒有付出任何錢, 讓他們給他們的孩子們, 並不願意。 但他們仍然認為,他們是聖書人。 他們是否真的是聖書人。 那有些家長會願意花很大的錢,買玩具,買電玩給孩子們。 可是他們不願意付一點點價值,讓孩子可以領受無價的生產。 那最後一件事, 我們不需要一直去憂慮, 我們有沒有被魔鬼扑死。 尤其是, 我們有受到聖禮的印象, 我們也有受到聖禮的印象。 可是, 我們有另一種的神經的負責, 就是我們所想的。 你們說, 當時, 在聖禮會, 去羶恰宋教人, 在聖禮會, 靖禮會教人, 在聖禮會, 在聖禮會審問, 有些人會被判我。 那聖禮會說, 有人會被判我。 在聖禮會說, 是我嗎? 甚至聖禮會說, 是我嗎? 甚至聖禮會說, 當時,撒凱進入了猶大的心中, 之後說,是我嗎? 犹大的跟這次說, 是我嗎? 犹大也有說,是我嗎? 聖經記載, 對是,做什麼事, 但是聖經說, 這時候,撒凱進入了猶大心中, 那後的聖經記載是說,耶穌回應優大說的確是你要做的事情, 結果那後的記載是說,當時撒旦進入了優大的行蹤,他就出去了。 為什麼?因為由於他的自由行動, 所以由於耶穌給他警告的時候,他以自己的自由選擇,邀請了撒旦進入他的行蹤。 最後,他也沒有懺悔,而他選擇上吊。 那彼得其實也受到同樣的誘惑, 然後他也同時被判了耶穌, 可是那後耶穌說,我特別祷告為你, 然後雖然也很驕傲,那個後撒旦不會抓到你。 那彼得其實也受到同樣的誘惑, 然後他也同時被判了耶穌, 可是那後耶穌說,我特別祷告為你, 然後雖然也很驕傲,那個後撒旦不會抓到你。 所以,我會停下來, 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們可以再聊一會兒。 好,但是記住,我們並不害怕的魔鬼, 我們有耶穌在我們, 而魔鬼是害怕的我們, 我們並不害怕的我們, 我們並不害怕的他。 阿明。 所以記得不要怕魔鬼, 因為魔鬼反而怕我們, 當我們有耶穌基督在我們當中。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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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